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5月5日 何君堯早前發動23條聯署 到現在已超過200萬人簽名 證明香港有很多人支持香港就23條盡快立法 但在這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竟然發表聲明 說美國反對香港就23條立法 究竟美國反對23條背後有甚麼動機 這次表態又埋藏著甚麼陰謀 在開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這裡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 和將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何君堯早前透過23條聯署 發動了一個立即就23條立法的聯署 這個聯署推出了不久的日子 但已非常多人支持 到目前為止已超過200萬人簽署了 證明香港有很多人支持就23條基本法 是盡快進行本地立法 先說一說或趁這個機會 也說一說23條究竟是甚麼 其實基本法第23條一直都在 就是關於香港的國家安全 例如叛國罪 或是分裂國家行為的一些規管 根據這個基本法23條是這樣寫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 分裂國家 煽動叛律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攝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這就是23條基本法的內容 大家也知道基本法是一個迷你憲法 未有本地立法 即是說這些都未有實質刑事的作用 2003年香港政府曾經推過這23條 當時是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推 其實差點已經通過 但臨門一腳時 當時由田北俊領導的自由黨倒戈 投了一下威脅投反對票 所以當時時任特首的董建華 在表決前的一天就要暫緩23條立法 這就是23條的簡事 最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Mike Pompeo 舉行例行記者會 但主動無緣無故提起香港問題 說非常憂慮中國正在增加對香港的干預 影響到香港自治的情況 亦強調美國反對香港就著23條去立法 Mike Pompeo 即是蓬佩奧 前幾天已經說過 他是前CIA局長 就是2017年1月做到2018年4月 其實當他當CIA局長之前 他在2011年和2017年都做肯薩斯州 代表肯薩斯州其中一個地方的眾議員 這個人最近向CIA施壓 就要強行將新冠肺炎病毒的責任 來源老屈至武漢的快樂室就是他 亦是美國供禍黨一個出名的鷹派代表 Mike Pompeo 即蓬佩奧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 他說美國的責任是保障全球的人權和自由 留意到北京持續干預香港的自治 香港的自由被蠶食 和一國兩制背道如此 任何在香港進行國家安全法的立法舉動 並不符合北京的承諾 即是對一國兩制的承諾 亦都危害美國在香港的利益 其實蓬佩奧這幾個說法我覺得是非常荒謬 首先第一 他說北京干預香港的自治 大家都知道 其實香港的自治是高度的自治 並非是完全的自治 自治的權力亦授權自我們的中央政府 所以自治權並非完全在香港手上 另外提到一國兩制 大家都知道一國兩制是有兩個字 美國人或泛民經常說兩制兩制 但他們忘記了一國兩制 很重要的基礎就是一國 先有一國 才有兩制 所以他這個說法是自打罪吧 第二 蓬佩奧提到 不符合北京的承諾 這個真的更加爭辯 北京的承諾 我相信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承諾 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很明顯是寫在基本法裏 而基本法的23條一直都在 即是回歸一開始有基本法的時候 基本法23條已經在 根據基本法23條 其實我們香港政府是由憲政責任去做23條立法 這就是承諾了要有23條 不立23條才是真正違反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承諾 而你如果真的不立的話 就真的違反了 如果你立的話 其實是堅守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承諾 因為基本法23條一直都在這個基本法裏 很多政策都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你的疫情控制得那麼差 難道又符合中國的利益嗎 你現在打壓中國企業 如中興 華為 難道又符合中國的利益嗎 既然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美國你的國務卿蓬佩奧 你又憑甚麼去干預我們中國 香港就著基本法23條 理行我們的憲政責任去立法 所以這個說法是非常荒謬 更加荒謬的地方 其實美國是有口說人沒有說自己 其實美國有很多條法例都涉及國家安全 其實最少有20條 指徑在這裡讀給大家知道 美國涉及美國國家的安全法例 包括煽動叛亂法 間諜法 敵對外僑法 國家安全法 中央情報局法 保護美國法 12333號總統行政指令法 外僑登記法 外交使令法 軍人間諜情治法 反經濟間諜法 很多很多條 我會放那幅圖在這裡 而這些涉及的法例 其實最高的刑法是死刑 是死刑 當你美國有這麼多條法例 都是針對國家安全的時候 為何香港就著我們基本法 要求我們立法 是我們憲政責任的23條去立法的時候 你美國又反對? 你又憑甚麼反對? 所以美國很流行干預別人的內政 亦是說一套是做一套 你問我23條是甚麼時機去立法最好 我覺得沒有時機是最好的時機 所以與其我們等待最好的時機 不如盡快立法 其實自從反修例暴動之後 往往有人說過 沖先生在他的片段說過一個觀點 我也非常認同 他說甚麼時候在家裡的時候 你最察覺需要一個滅火筒 就是當你剛好在家裡火灼之後 你平時無緣無故不需要一個滅火筒 過往大家看到反修例的暴動 大半年香港搞到五爐七雙 多少暴力的事件 多少破壞的事件 多少無辜市民被私了 甚至乎羅伯1113被磚頭鑑山扔死的事件 就是這些事件才令到我們市民察覺有23條 即是國家安全和我們國家安全法有關係的立法 所以這根本是一個最佳的時機 另外那群泛民主派最近去到美國那裏 要求美國制裁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地方 其實這是非常荒謬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他們的政客會去外國那裏 要求外國的政客去制裁自己的地方 所以在這些背景下 23條的立法更加迫在未遲 我明白有些建制派說 可能我們今次的立法會會期之內未必做到 因為現在內會停擺 很多Killing Clown 但我們要有這個意志 要有這個信心 要有這個決心 就著這個立法 我們推動民間的立場 我們的民意去支持政府去做23條立法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所以我自己 梓敬 全力支持23條 盡快立法 說完23條和蓬佩奧之後 有些網民說訂閱了梓敬的頻道 但在我們推出影片的時候 YouTube又沒有通知他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在訂閱鍵的右手邊有一個鈴鐺 大家記得按住它 我指勁推出影片的時候 YouTube便會通知大家